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造成一个程式它不断地重复它自己的一些指令 然后每次重复的时候所采用的数值就稍有不同 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这一点 这个程式呢 这个program它原先它有很多种解释的方法 但是在计算机里面呢 一个program的解释 正常来说就是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 有顺序的 一个接着一个的 一系列的指挥CPU做事情的指令 一系列指挥CPU做事情的指令 就是一个程式 但是我们常常说我们在写程式 或者说这一支程式如何如何的 这些都是在语法上面其实给的它不同的意义 譬如说我们会看着一个原始码 我想同学们到今天已经知道什么叫原始码了 因为不管你在写资料库的查询语言 或是在用HTML 或是Latec 这样子的排版语言 来拍版一篇文章的时候 你都知道什么叫原始码 那么但是我们在口语上强常指这个原始码说 这是一个程式 但是其实现在要知道 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说 程式这个名词的一个推广的用法 就是其实程式应该是指挥CPU做事情的那些指令 我们在后面 再稍后几讲呢 会让你知道的更清楚 什么叫做操纵CPU做事情的指令 那么我们用文字写出来的原始码呢 只不过是制造那些程式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 一个方便的法门而已 那就是我们很方便的用英文 大部分是用英文跟符号写出原始码 然后让电脑通常是一个编译器 一个compiler 帮我们编译一套这个可执行的程式出来 那总之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学会的事情 好 程式语言呢 这个是一种特殊的语言 它其实就跟英文 国文 英文 中文 法文一样 就是个语言 那么但是特别对程式语言来说 它有一些可以分成几个重要的部分 那这个程式语言呢 分成几个重要的部分 我们学英文大家都知道了 学英文有些什么重要的部分 可能就只有两点 一个就是智慧 一个就是文法 但是我们如果分得细一点的话 你或许会知道 再多一个部分 叫做片语 是不是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片语里面用到的三个字 都是我们认识的字 但是但是凑在一起变成个片语的时候 我们就会就会就会不了解它的意思了 好 所以 但是如果再分得细一点点的话 学习英文或学习中文都一样 还有一个小东西要学的 是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呢 虽然不是重点 但是这个final touch就在那个地方 那个标点符号用得漂亮的话 使得你的文章会更好一点 好了 我说这些话就想要告诉你 程式语言也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 字会呢 就是程式语言里面的保留字 保留字呢 就是告诉程式语言说 我要做某种特殊计算 或是某种特殊动作的时候 那一些特殊的字 那这些字会是很少很少的 以C语言为例 它只有32个保留字 这些保留字最主要的功能 都是在告诉电脑说 我现在要做流程控制了 多半都是这个 那所以说呢 保留字就好像有这个东西 if 或者有else 或者呢 有这个while 这些都是在各种程式语言里面 都经常看到的保留字 for continue 当然这并不是所有的保留字 那只是给大家一个 一个taste看看 这些是什么东西 那 再来呢 这个就像是 这是基本的智慧 然后你就要骗语 因为如果什么事情都用智慧来表达的话 那 那 那可能这个 这个会写得很累 好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一些骗语 那这个骗语呢 在程式语言里面 相当于functions 韩式 functions 每一个程式语言都会基本上提供一些 functions让我们可以用 譬如说 呃 C语言为例子的话呢 我们有这个printf 好 这是一个function 如果用matlab来做例子的话 那还更多呢 其实C语言也有了 square root 好 这个 呃 呃 根号 对不对 平方根 好 或者是abs 求绝对值 好 这些都是functions 这个functions就好像片语一样 就是把一堆常说的话 已经包在一起了 然后你只要呼叫这个functions 它就做一系列的事情 那再来 除了保留字跟functions以后 我们有一些符号 符号呢 就像标点符号那样的东西 我们在计算机程式语言里面 叫它算子 operators operators 好 符号是什么东西呢 最标准你要看到的符号 就是加减乘除了 只不过在 呃 C 在这个程式语言里面 我们没有这个 呃 数学课本上写的那种 那种加减乘除 我们看到大概就是 现在我画出来的这些符号 好 所以 呃 我所谓的符号 就不完全是我们在 英文或中文里面用的标点符号 好 而是你看到比较多的是 算术上面所用的那些符号 好了 这三种东西其实就够了 但是还有一个抽象的 没有 就是 不是写出来看的东西 叫做什么呢 就像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 我们知道除了 除了智慧片语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文法 是不是 没有文法的话 你就乱七八糟把一堆字凑在一起 中文大概可以 中文大概可以 你把乱七八糟字凑在一起 别人以为人家写诗 对不对 那 通常是不行的 通常你不能随便把一些字就凑在一起 它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在计算机来说呢 计算机因为没有太多智慧 所以它的文法会更严格 好 那 我们叫它文法 有的时候又太 好像太包举它了 它没有那么厉害 因为它没有那么深奥的这个文法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很多书上 或在我的书上 你会看到 我又不称它为文法 我称它为语法 因为它好像没有文法那么高深 好 不管说文法还是语法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保留字 有算子 有函式 但是 我们必须要用一套 这个程式语言 规定的 syntax 或者是 grammar 说高深一点的话 就是文法 好 说比较浅显一点的话 是 syntax 一套它规定的 这个 什么词 可以摆在什么词的前面 什么词 可以摆在什么词的后面 什么符号的左边 可以放什么东西 右边可以放什么东西 好 然后一个语句 最后要打一个什么符号 代表这一句话结束了 好 等等这一些都是文法 那么这些文法呢 就不是具体的 可以写出来 的这个符号 或者是字 它就是一套规则 一个形而上的规则 要 所以我们用这三个具体的东西 跟这个抽象的规则 也就是文法 抽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套程式语言 所以它是一个具体而为的 一个语言 一套语言 好 那这一套语言 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用的 英文 中文 这些自然语言 最大的差别就在于 它是对于逻辑的要求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非常非常严格 事实上比我们 学数学的时候 还要再更严格一点 因为现在你面对的是一个 没有大脑的电脑 它只有CPU 它非常严格的 按照文法来解释 你叫它做的事情 那么 你叫它当机 它就去当机了 所以 如果程式当机了 通常不是电脑的错 因为是你叫它那样做的 好 这是我们的开场白 然后我们等一下 就慢慢开始说各个细节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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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